方言望去可以看到整片台北盆地 边跳101烟火搭配绝美夜景 这里可是好选择 再过几天就是跨年 象山烟火平台可以清楚看到101 是摄影爱好者拍烟火的最佳角度 台北市府公务局抢先一步 已经贴上告示 请勿以相机脚架站位 否则会被暂时保管 不过还是有不少民众先来探路 我今天还是先来探探路 然后方便到时候可以来欣赏烟火 有几个步道都蛮适合有几个点 其实应该会第一次来这边 但是还要爬山有点麻烦 感觉到时候上来的时候会有点水泄不同 想要看到清楚的101烟火 中央气象署也建议在上风处 东北东的地方观赏 跨年不想要在信义区人挤人 除了象山 虎山等青山步道 也可以考虑101周边空旷的官山 彩虹等 河滨公园 烟火与河面美景相互呼应 别有一番风味 另外像是猫空 内湖的碧山露营场 S型空中廊道 也是看101烟火的私房秘境景点 跨年想要到101周边感受热闹气氛也要注意 新一计划区将比照往年从当天晚上七点起分三个阶段管制 跨年期间台北捷运连续营运42小时不收班 每两分钟就有一个班次 让所有人快乐迎接2024 欢迎新闻张 小鱼 抽子凌 台北报道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